在升级到MacOS Sonoma后 大家发现新系统的第一个变化 应该就是点击桌面时 所有的窗口都会像这样 移走 露出藏在窗口下面的文件 对老用户来说 这没什么新鲜感 但桌面功能的另外一个变化 就会让你眼前一亮 那就是隐藏桌面上 所有的图标和文件 当你要录屏或者做演示时 杂乱的桌面文件 既一向观感 也可能会泄露隐私 而整理它们 也要花掉更多的时间 在新系统里面 只需要进入设置 桌面与程序屋 找到显示项目 取消桌面的勾选 就会看到 桌面上所有的文件 都被隐藏了 而之前要实现这样的效果 就很麻烦 需要在终端里面 去修改代码 现在只需要点一下 就搞定了 当你在打字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新系统里面第二个变化 就是不论修改输入法 还是切换大条写 都会在光标的下面 出现当前输入状态的提示 相比之前那个硕大的提示 要秀起不少 不过新系统里面 对输入法最大的升级 我认为是听写 这个功能 需要你手动来激活一下 进入设置 键盘 滑到最下面 打开听写 并且设置一个坏接键 比如连按两下control 没错 在之前的系统中 如果你使用听写 只能不停的说话 一旦想用键盘打字 修改不合适的地方 听写就中断了 而现在 当你使用键盘 对语句进行一些修改后 可以看到输入光标的上方 有一个语音的小图标 表示 现在还处于听写状态 你可以继续说话 不光是中文识别 就算要介入一些English 也是能听懂的 但是如果你切换到了别的程序上 听写就会中断了 如果你有大量的沟通工作 或者文本输入工作 只要普通话标准 这个功能很有可能 把你从疲惫的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 刚才展示的是声音转文字 现在来看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文字转成声音 并且是你自己的声音 在设置辅助功能里面 新增了两个小板块 个人声音和实时语音 先看上面的这个实时语音 它的使用非常直观 就是出现一个输入框 你打字 然后点击播放 电脑就能把你的字给读出来 实时语音 那么为了让自己的声音 出现在这个被选的音源里 我们就需要到下面的个人声音中 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 它的逻辑是让你念一些固定的句子 搜集到这些素材后 通过本地的机器学习 生成你的声音 本意是给那些发音困难的人群使用的 但我实在是好奇 自己的声音从机器里面编译出来 会是什么样子 即使目前它只支持英文 我也是硬着头皮 花了半个小时创建了一份 然后又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等它生成 最后在实时语音里面 把首选语言改成英语 声音改成个人的这个声音 终于就可以用了 接下来呢 我找一段话 把它存储到短语里 这样可以让它一口气念出来 不需要自己输入 首先你听到的是 我本人念的版本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I called you on the telephone 然后现在听到的是 机器学习后念的版本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I called you on the telephone 我认为音色已经很坚进了 但肯定能够听出来不是自然的 和其他第三方 AI声音软件不同的地方在于 苹果给了它更大的权限 比如在FaceTime通话中 你就可以用个人声音 代替自己的声音 跟别人聊天 只不过这个功能 现在好像还没有开通 还有两个变化 可以说解决了一些人 长久的困扰 首先是在显示里 可以单独调整文字大小了 比如你调整了缩放分辨率 选择更多空间 那么窗口变小了 能显示更多的内容 但随着来的就是文字 也跟着变小 让人难以辨认 在辅助功能里面 修改文字大小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比较遗憾的是 这个功能支持的App 并不多 应该就是下面这些 出现的系统自带应用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在设置 鼠标高级里面 可以关闭指针加速了 在日常使用中 开启这个指针加速 是非常舒服的 但如果你要玩一些 FPS射击游戏 Mac里这个指针加速 真的会让人崩溃 既然MacOS Sonoma 要在游戏平台发力 那给大家一个选项 可以手动开启 或者关闭指针加速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你经常使用备忘录 现在苹果新增了一个功能 非常有用 你可以在备忘录里面 插入另外一个备忘录 就像超链接一样 点击它就能直接跳转 要实现这个跳转 有两种方法 你可以选择一段文字 或者干脆什么都不选 然后按下快捷键 CMAND加K 输入备忘录的标题 找到你想要的那一个 就能将它链接到文章里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更加方便 是输入两个大预号 它会自动显示 最近使用过的12个备忘录 供你选择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功能 是屏幕共享 它虽然并不是一个新功能 在十多年前的MacOS系统里面 已经有了 但是像这样 大大胖胖 把它包装成一个APP展示出来 还是第一次 屏幕共享呢 只针对Mac设备 手机不行 平板不行 PC也不行 在设置通用共享里 打开屏幕共享 这样你的设备 就能被别人搜索到了 如果不在同一个网络里面 点击加号 输入Mac上绑定的Apple ID 如果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中 点击网络 就能快速链接 在屏幕共享的状态下 你可以控制对方的电脑 比如打开一些软件 输入文字 也可以通过拖拽 把你的文件 移动到对方的电脑里 如果两台设备 都是苹果芯片的Mac 那还可以解锁动态分辨率 和高动态范围 这两个功能 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这就没办法演示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Mac音乐堂 我是修康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